企业追求大的办公楼 潮人追求大的手机 在会面的第一眼 更大似乎就代表了更强 而对于一个普通城市来说 如果能造出更高大 更气派的火车站或机场 这个城市好像在与你会面的第一刻 就赢了 但是真的赢了吗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过去20年里 铁路作为我国长距离客运的主要途径 客运量每年都是民航客运量的10倍左右 也就是说 对于大多数人 火车站都是我们对一个城市的第一印象 和离开前的最后印象 那么作为一个城市第一张名片 大家的阶段性小目标 自然首先都是 大更大大出生 我国火车站根据客货运量和技术作业量大小 分为以下6个等级 以同属上海铁路局的几个车站为例 应符合下列条件 杭州东站 南站 被分为特级等站 宁波站 杭州站 京华站等 唯一等站 而乌湖北站 虽然只是二等车站 仅有两站台四条铁路线 可是气势完全不输 外观直接可以起飞 一个大的火车站 确实能更高效运转 也能运用更新的建造技术 造成更美的外观 但火车站的唯一追求 真的只能是高效和气派了吗 同样在江浙地区 有着自己独特地位的嘉兴 在火车站中找到了新的可能性 与江高 大作为城市名片的车站不同 MAD事务所设计的嘉兴火车站 以退为进 比起动静高达40米的车站 嘉兴火车站的外里面 实在是显得娇小 为什么不去做大做强呢 这个明面上的入口 其实是一个博物馆 更是对1937年 在战争中被日军炸毁的旧车站 进行的一比一的活跃 连附建所用的21万块砖 都是在当地砖要烧制 在嘉兴 这样一个有着特殊历史意义的地方 在城市名片地段 去展示城市和历史的记忆 激发的是比高达外观 能带来的更深更强的敬畏感 不过真正的车站入口 比这个看上去谦虚的外里面 还要更谦虚 步行者穿过层层叠叠的城市公园 从旧车站前的广场 沿着向下的楼梯 才真正进入车站大厅 车站内部空间 也没有一味追求高和大 大厅只高到足够自然采光进入 同时 内部一南一北的两个大厅 把通常大体量的后车厅拆分 减少了在巨型火车站里的迷失感 不仅是车站本身 车站周围的空间 也相较于传统车站 更小了 包围着嘉兴火车站的森林 不仅仅是原人民公园的延伸 它的一草一木 将车站周围空间的尺度 划分得更小 更亲密 消除了常见车站广场 带给人的渺小和漂泊感 这片区域 因为不需要为巨型车站的存在而牺牲 在接纳旅客的同时 也不会割裂当地的城市空间 从车站出来的旅客 直接就踏入了城市中心 设计师让城市本身成为了他的名片 除了嘉兴火车站 其实也有越来越多的火车站 在尝试用不同的方式融合到城市里 让我们不再仅是匆忙过客 而能拥有一个能将相遇和离别 都变得更有意义的停留之地 在不断扩张的城市里 更新 更大 更美的建筑 标志着城市的进步和发展 但是在越来越大的车站里 我们可以停留的时间 越来越短 在越来越大的城市里 我们不可避免地 显得越来越渺小 更高 更大 会更强吗 也许是的 可是 已经逐渐做到强大的城市 也许可以像嘉兴火车站一样 去寻找更温馨 更让人能够住足停留的空间 今年的国庆长假 你又相遇了哪个火车站呢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